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好吃的食物 Azabite在市场的知名度和服务 都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我们希望找到一家可以信任的公司 一家可以跟我们长期配合 或者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公司 所以Azabite是我的第一个选择 在未来或者是在这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除了在媒体 这个传统的媒体方面 其实我们应该跳出来 去到这个Digital Marketing 尤其是在Facebook 或者是Google 其实我看到的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人 可以通过这些Facebook 或者是Google 可以提升到公司的这个品牌 甚至让这个品牌更有知名度 所以我们就是 在这几年我们都 朝这方面去发展 做呢我告诉你 其实我真的很后悔啊 为什么后悔呢 后悔太迟跟Azabite合作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这几个月 合作的非常好 而且Azabite提供我们的这个报告 真的我觉得非常的仔细 而且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 在分析我们的这一个客户群啊 或者是在 我觉得是蛮专业的一个报告啦 就是说 呃 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 的这个布局 跟我们的这个 对大众的这些 target marketing 啊等等的这些分析 我觉得对我们公司是非常有用的 啊所以我 认识了Azabite过来就很头痛了 为什么要去想很多东西 啊要去分析 然后如何 但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Azabite 啊尤其是 啊我跟的是new 啊new就 我觉得就随传随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 我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说哎 嗯点嘞好像 效果不太好呢 快过来我们edit一下 我们改一下啊 他就可以很reeling with help啦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 啊所以 对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是蛮开心 也是蛮 蛮对未来是充满期待的 啊那我觉得 no harm去尝试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 可以帮助到公司的业绩的这个扩张 或者是branding的这个提升啊 这个是我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鼓励 尤其我们在做这个创业的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中小企业 我们的资金不多 但是我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如何透过Azabite的这帮助 我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 用最有效率的这个资金去做到更大的这个回 可以回酬跟这个品牌的这个效果了啊 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 我们中小企业应该往这方面去发展 然后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企业为我们这个社会啊 做得更好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